蔡云和李宗伟 怀疯和林丹 这时候真打的成分就会多很多 对 我觉得这个交换搭档的打法是非常好的 避免了第三局的进行 无论是什么样的比分 如果说第二局还这样打 他们也会觉得就是没多大的意思 对 就是你说的 这赢也不是说也不是 这场比赛最大的亮点就是 大部分的观众都拿起自己的手机 在拍视频或者拍照 是 因为这种场面确实非常的少见 所以这也算是亮点吧 对 现场还有人专门给李宗伟加油的 其实对于李宗伟来说 这种场上的局面确实是比较少有 因为在国家队里我想平常 包括咱们三打三啊 就是你说的队内的交流是经常有的 对 单打和双打一起 李宗伟和蔡云的球拍撞到一起 太不默契了 因为蔡云现在和附爱峰的球拍好像是都N7吧 我觉得是新款力领的 这两个人实在太不默契了 我们的制作方也是迅速的修改了这个字幕啊 重新分组之后 福海峰林丹 李宗伟的菜音 现在是4比4 5比4 我觉得如果单纯从技战术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呢 这场双打应该是属于没有什么技战术 两边都是各打各的 这五位不错啊 一清新的反应 林丹又使用假动作 可能会更多一点 这种抽档已经出界三次了 都是在林丹这边 全都是那个角 6比5 李宗伟 蔡云领先一分 好 富海峰力量确实非常大 爆发力好 嗯 林丹拖起了李宗伟又追身 让你看热闹 哈哈哈哈 很难的靠下金球 很高的难度 差一点点 哈哈哈哈 节奏突然变到了女双的节奏 哈哈 这特别慢 对哈哈 拉了高远 看看拉高远的技术 哈哈哈哈 偷袭一板 又开始了 又开始了 杀杀 杀杀 嗯 对于富海峰来讲 她现在跟这个蔡云 隔往相对的 这种正式比赛的机会 也不是很多 他就是一个钢磋 给那个钢磋 打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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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过了这个球 这也算是假动作中的一种 只不过是教科书上并不是很常见的 本来准备迎接一个高球 最后变成一个放网 又跳过了 两个人用这半片场地打打单打 单打的路子 陈寅和富海峰现在他们的男双排名 已经来到了31位 对 现在因为猜对了 然后红尾配的是富海峰 李宗伟依然是男子单打的世界第一 虽然在重要的赛事当中 他从林丹手里面拿分的机会 现在是越来越少 但是他依然是男丹的世界第一 林丹的世界排名的是104位 但是他现在基本上是不参加 国际语联的正式比赛 这种双打的感觉 富海峰的判断还是非常的准确 基本上在底线的球都是判断到了 这种双打的感觉 这种搓滚网球基本上是在单打比赛里比较多 双打确实很少 对很少搓滚网球 一般就快放 要不是要就换成蜂网 现场观众看的还是比较的开心 这种特别混搭的规则和这种技法当中 看到里面是特别多变的一面 13,14 13,14 15,13 你先一个人打着 我没办法故意慢一点换 毕竟表演算了 对方也别打太狠 对对对 等着等着 回来接着打 海云下压球主动14比15 这比分还是非常的纠结 然后这种比分 也可以说反映出四名球员 在语团上面的传奇的地位都差不多 反映出四名球员 来 刘瓦尔 1560 点下赛云一个追身 对刚刚林丹的这拍杀球 因为单打杀球要求是落点 就是的准确度 单打杀球是要快 和狠 呵呵 这拍球非常有偶然性 16比16,相当接近 你跟我要求换个球 看张楠在这儿看 这双打的比赛能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启发 17,60 17,0 两个人在往前的小球争夺 冯海峰占了上风 17比17 哇,回敬一个 揭发戳门网 不知道这局球会不会打到29比29 那你看看他们表现 表演的欲望是不是足够强烈 对,就看他们四位选手自己的本身 对,是不是想足够拖长 19比19 好球 漂亮 哇 乱打一切 其实连贯打出来了 很少有的 李宗伟和蔡英的配合 虽然在空中来看有点乱 但是呢他们还是在 这个肢体是非常乱 但是连贯打出来了 球路还没有停下来 而且速度也有 这样出现了局点 打了两个人的中间 这样是21比19 李宗伟和蔡英赢了这场比赛